全油管最快新闻 湖南一所重年高校于2023年12月突然下发通知 建立了家长群 据悉该校大一学生许然所在的班级群同一天难出消息 学院为了方便宣传各项事务决定建立家长群 并要求学生通知家长全家福导员微信 这一消息已经公布 导致没有老师的班级群瞬间炸开了锅 家长们对此表示关注和好奇 纷纷加入群中 这一举措引发了社会对于高校家长群的讨论 一方面认为家乡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 有助于学生的成长 另一方面则担忧家长群可能会侵犯学生的隐私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